哈喽大家我是gevin 影片一开头先感谢2月透过超级感谢 来抖内赞助我的观众 今天推更5系EP13 因应2月14 夕阳情人节 3月14 白色情人节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回顾那些 相爱相杀的CP 或是为爱而战的英雄 是如何守护他们的爱人 或者置对方于死地 其中又牵扯多少情恨Joker 今天就带大家一同回顾 只是如果你想看更完整的内容 且没有人干扰的感受 这边也建议你可以从pdapp 或者购买DVD 收看这些精彩片段 另外推更5系影片 就是设定给 所有不设定立场的观众观看 言语表达 也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让观众知道 如果不符合你的期待 也欢迎你 制作属于你自己的推更5系特辑哦 在霹雳50 除了为爱一日三千斩的狂刀 因爱而狂 我想借狂刀之后 大家一定会想到这个为爱疯癫的 人称心不阿民 AKA人生胜利组的 阴川蝴蝶军 说到她的爱 基本上大多人只记得她轻松 诙谐的一面 被龚孙岳整得有多惨 观众就有多爱 但是在这么轻松的故事下 龚孙岳有多悲伤 隐藏多少心事 作为男友或者老公的蝴蝶军 基本上都能感受得到 最近随着龚孙岳的兄弟 波罗海五人组纷纷殉命 身受打击的龚孙岳 自则无法为兄弟周全 在悲伤同时又有十日仇家寻仇而来 龚孙岳逐渐无法压抑杀心 信得蝴蝶军及时逐指与承担 执意陪伴龚孙岳走过血腥江湖路 使这段平时轻松的爱情故事 也添上一些感动成分 因为蝴蝶军终究是最懂 最了解龚孙岳的人 哪怕她也偶尔 会因为直男的基因而冷怒龚孙岳 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彼此之间的爱 在后来龚孙岳遇见被谷皇控制的东方鼎立 被其暗中下谷 误杀护军青 蝴蝶军为替龚孙岳顶碎 成为武林人士讨拔对象 在此刻蝴蝶军为爱大杀四方 以杀手本能对绝夜提鸟 从这边相应在吹蝶红军 遭遇到人的魂章 将尽相关的精 没大杀外的精工 武兴武兴下车的神经 哦 火的天中 不准备 惊恶小兴 我的军心灵不准备 可惜 军龙攻心坦不相性欲 弓不相同 突准熊喜不和自如 我的军再永一进 这战哪怕蝴蝶军对敌的人都如同杂鱼 但是情势与剧情的安排 都合理化蝴蝶军不断负伤 多戳一招多换一招 不断诱战不断的进竹 让观众不断为蝴蝶军感到危险 富商情势有多不妙 当时刀起看无路抢先看 多次将蝴蝶军营造的 有可能死在当时的剧情 因为身体长有多不妙 是要有可能死在那一招 都要有可能死在楼 有可能死在那一招 你 要有可能死在那一招 更多不妙 有可能死在那一招 尤其凶乱与相片 凶尖撒求神奇隆人 百七十凶 或是故意凶尖 这三十人 一样的凶塔无尽 后患者的凶尽 不得分 完复兜兵 百战金虎 狗流 相中中 仰相 相中 一样的凶尾 你爹无事 八爹 先下你的心灵 萧水变味 你先靠 一有报中处 别再说我了 人就是过财 你就别跟我借 我的公意 这回 真正就我 最后在公孙岳 受与人非禁的协助下 蝴蝶军才躲过死劫 也透过孝鹏来的帮助 将一切真相水落石出 无奈这份幸福 人是被有心人刻意找查 忠烈王府留名者秋雀主少 事后人是要求公孙岳 虚未杀忠烈王赎罪 又其进入罪恶坑 追查朱姨公主下落 为让公孙岳摆脱罪恶坑 蝴蝶军对上孤独鹊 无奈都无法打倒老恋的孤独鹊 直至蝴蝶军三人 制造假的公主遗体 送还紫牙国 完成了秋雀主少要求的任务 终于走向幸福时 起料孤独鹊半路拦截 一刀击杀色无几 早就要干活的人 都要提出我的天 日向公日 尊格 五条本 第十条三岁的京队 凌穿火的魂刺激车的赤脚 最起这个愤怒 火的转过得快 快 就让你的人生快去够快 火的魂 为了你害我 将这天地压下 你这魂都流 我会这样 看到这里 应该很多观众 都跟我当时心情一样 编剧 让情侣 让这些可爱的角色 好好的退影 有很难吗 尤其色无极当下 真的壮四身亡 蝴蝶军为了报仇 疯狂攻击孤独鹊 日始出禁忌之招黑蝶时 被公孙岳及时阻止 却在一时分神 孤独鹊侧刀一击 使公孙岳当场断气 萱铁唾一家人 充分神 萱铁唾一家人 萱铁唾一家人 冯迪善 oblig 黑蝶 北玉的传说 在当时都对蝴蝶军已然不重要了 在愚人非净愤怒对决恩师之中 突然的彩蛋 揭开一切乃是孤独缺的安排 以刀器封住两人气脉 造成假死现象 唯有死亡才能躲过罪恶坑的追戚 在那之后 三人一同回到蝴蝶军海外的故乡安然退营 而在现实生活的十几年后 蝴蝶军再度出现武林 这时候他不只娶了公孙月 还多了一个上辈子的情人蝶小月 两人一同武林冒险 就在蝴蝶军带着蝶小月 劲随风等候公孙月回归 返回的蝴蝶号 禁止留昏迷不醒的谭文玉 在谭文玉的告知下 方得知公孙月现为适流岛 在蝴蝶军等人的努力下 终于再会化为黄泉熟叶鸡的公孙月 并将之救出 但公孙月却受邪懒影响 失去记忆 在幕后黑手的阴谋下 岛内舆论处处针对公孙月 让独城不得不对齐进行公审 爱妻心切的蝴蝶军 带着公孙月杀出重围 阿国拉 阿国拉 咱只会拥抱 阿国拉 我准备将人不让凶海 阿国拉毕竟 我将命生生命 就在狐狸军 卫救公孙月 对决八步中之一 邪欲溟王时 吴隆军备受控制的公孙乐重创 在被邪狱冥王秦桌处理献祭 复活八旗邪神 卫护妻晓 吴隆军终于使出十几年前 无法使出的近朝黑蝶 朝黑蝶角 宣伐游战 五番指挥 好 五千秒 一刀一刀 豆腐 豆腐 豆腐包里我的人口头 最正番的一屈 江峰一口出神石 继续风飘 藏不端 一赛 首先观众面前的 是邪欲冥王的战力 是蝴蝶军不肯使出的根本原因 因为无法控制 才让公孙岳当时阻止蝴蝶军使用 因为无法控制 才让邪欲冥王说 门嘟 我已死 因为蝴蝶军的疯狂 强呼当时的八步众也无法阻止 扶留一个如同笑柄 没有任何威胁的冥王传说 而最终也在剑随风强开剑招 与公孙岳的深情一吻下 唤醒蝴蝶军 结束这场蝴蝶军一家人的噩梦 为爱而战这个主题 基本上就是为蝴蝶军而作的选题 蝴蝶军每次的剧情 都是为了公孙岳上山下海 不只付出性命 也不惜为公孙岳男扮女装 像这样的好老公好男友 真的只能在电视剧看到了啦 《霹雳开将记》时期 剧情来自素晗珍为深河左目记忆恢复布局 定禅天内记忆恢复真至关键 定禅天外一生回顾 狭心祸有臣服 仗剑波澜壮阔 心中借已有了想安稳守护一生之人 那退隐前的终章 自要交付给可以信任之人 一剑横立一副党官 横锋起无踪 寿施机风 江湖无踪 无踪挥洒无踪 东宁大军破有数万 但三指秋水是不可越过的生死险官 哦 哦 不足 胡象丹炎修官 地罪不饒 无踪 真好的分手 赶紧机威烂焰 欠兩焰 盏家衆心技术 欠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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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徐丁凶 天流不及 武中 有人工程 無定義 無天速 定義秩序 令東映代官 這十個 令人 嬴凸 死意 不令 大军无用 那就以强胜强 叶宁大府 神风营风雪夫妻党 三名高手两种控制 一者周身年夜 一者风雪寒气 心怀无宗剑法破绽 及无宗难以为敬 即便风雪寒刃穿深 但奥骨不倒 剑骨不屈依旧 驻地的剑 人化雷池分明 但最后的闯关者 龙齋死三界 心中赞叹 脚步未停 同样透析无宗剑法破绽 面上龙琴闪烁 手中龙刃两分 状态的差异 对敌手的了解 种种差距 终在几招之后 几刃透体而过 这一战作为神风银三名将领 龙齋 升仓会马 以及超日血鹰的出道战 拍摄上把三个人的舞学 都呈现得超有特色 像是风雪夫妻挡 那个边撒狗粮 边夫妻双能转的招式 或者龙齋 有慢到快的脚步 都可以看到拍摄上真的很用心 但倒下的躯体 却不能阻碍思念 如果无宗剑法是无所牵挂 方无所顾忌的极端 那在这之上 就是有所牵挂 方彻底超越的巅峰 在南亚翼的思念 化作无宗涅槃一剑 却被透析又如何 纯粹强大的一剑 核展天地 一直不断 心底地才幻境时刻 心底超越的副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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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關鍵時刻 神惡左目恢復記憶 就下極無蹤 雖然那個當下 雖然真大聲 真壞啊 真的很害怕直接含死極無蹤 但還好 極無蹤最後 還是有好好的跟魚腕兒 跟不拉西退營 這一戰作為極無蹤退營前的最後一戰 雖然很有用神惡左目取代極無蹤的感覺 但是極無蹤畢竟新生退營 這已經算是老員工離之前 最後的貢獻了 而且這場武器的節奏感 真的很好 從一開始的回憶 是殺爆少兵 再到劍法被看穿 拘於劣勢 最後再舍命的一擊 完全把這個人氣角色的退場規格做好做滿 而且劍法被透析 也是一個算是能讓人接受 不會覺得極無蹤太被新人拿來練等的藉口 然後今天我們就當極無蹤再也沒出來過了啦 好不好 再來這段是霹靂潮營雀當時唯一的劇情曙光 和潮生由始無方問心一絕 作為當時劇情中的其中一條支線 這條線堪稱天網在那邊無限鬼打牆的外掛下的一絲就熟 這場武器也是布袋系少數經典武器不是以夜景為主 且劇情的呈現能讓古人大學的觀眾驚呼的一段 願力足以改變一切的力量 潮生與族人相對的大怨 在倒映的神辰下了斷過往 夾殺的眼神卻是難以言明的宿願 對立的白衣眼卻無奈 突兀的戰役腾瀾 敬覆眼前刀鋒 風吻右邊 風海松臉 有幻心想 忽看掉星衣宿 我再想找這個色彈一遍 好 高高無心 就是高高無意 就迎賞特兵 挑戰我們做 魚恨潮生此戰必然 魚湘君卻是觸不及防 但對由始無方 卻又是必須襄然的瘋焉 刀鳴問心 揮灑的刀招 一遍遍 問心問己 一目目曾經經歷 問在湘君心頭 比起眼前刀鋒更顯銳利 明明曾經朝夕相處 卻也有遠超意料的辨識 藏於刀鋒中的匕首 如同從未問過 也從未提起的苦衷 但怎麼能從來不提 問詞如素 援君達詞溫柔 溫柔的湘君怎能怪罪 我從未提起的苦衷 心无偏移的恨嘲声 手持残嘲 一心缺憾的有失无方 注定失望的回答 人不止的站立 不能退 但是不能退 是不可违背的原则 是必须挽回的苍生 问心 问心 先问 问情 回头说的简单 自己却不能辜负 不能辜负那不见天光的足名 再不过自己面对那 游然意中的眼眸 唯有经手了断的情 进化终末的一招了断 断情断意断续断网 不致半顺的交锋 只闻一声刀银 想得足够暗下翻涌的过往 甘愿倒下的人 只为本不该 却必须的背叛 做出交代 只为让智友 能够安心做出 最符合本心的抉择 藏原援军 无憾而终 有心一声 一流风暴几场 已经够多 也是最重人 女主委有事无方 已经适合你了 这场武器除了是曹林的代表高规格武器外 我最推这场的原因 除了很有创意的拍摄之外 最主要人事配乐的选用 以及旁白的功力 这场旁白 是继冰封诀之后对决武器中 我最喜欢的一场戏 从口白的描述 再到两人的对谈 都超完美展现 两人身份的冲突 再配上那个宿命之爵的BGM 完美的展现了藏原双军的无奈 以及游是无方 与恨潮声的不得不韦 而且从刀里抽匕首 以及波动情弦般 波动刀刃伤敌 都是虽然已经有过 但用的当下还是会觉得 哎呦 这样很有创意的做法 总而言之 我不管 最好他们一定有亲下去 至少编辑 超级坚持 他们一定有亲下去 霹雳竞悬路时期 可以说在魔风神战后 创造了一个当时霹雳少数 非常有爽度 且具有武侠剧情的世界观 而在这部剧集的主角 苏蓉琴湖 詹云金 更是串写了这部剧集的 所有恩怨情仇 共同打击邪恶 就在有心人安排下 入京亲妹相如席 再见杀夫仇人 敌侠快见 一时受到刺激 记忆复苏 为不让大哥 在自己与好友间左右为难 相如席自尽身亡 却是陆湖友谊 出现裂痕的开始 同时 琴湖察觉依鬼的真实身份 为揭穿真相 琴湖寻上明和影 但明和影 为了爱人复原契机 竟刻意亡于琴湖剑下 而一切正是阴谋家的布局 此局正是要琴湖 与陆京反目成仇 声明好友性格 琴湖只得做下后续准备 留情小竹 陆湖双交 直见相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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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可以追击 冰击 如果他有機會 arrived 字幕by bwd6 這次案其實以當時劇情呈現來說 已經算很精彩了 雖然會覺得入金很入銷 但這是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 所以你覺得入金凡人 但今天是自己的妹妹 我想就算再理性 也無法忽視友情親情的天秤 但這也是陰謀家的布局根本 用流石頭 尊敬水甘力移植 可不定口調撿 這裡套上火火關 早上水果雄精 有可共同民隊 雖然就像得分辨 可被獲金當勢 无尽的杀招是两人气空力尽 被迫分入而逃的两人 一者重创一者身亡 尽得女莫隆西窗月设法 才救回她的前男友詹云晶 就在离丑谷之战 政党海宇之主等人 以为她独目难知 入境再现眼前 入乎双胶河流 攜手应敌 一对待行者黄颖 同声的抱歉 是同队劫难 仍不离不弃的感谢 然而种种线索皆指向北冥风举 经过连番试探 北冥风举败露身份 黄霖真身应战 真身夹狗老做现身 最不完生云之精神 突出前任数量 北冥风举冥风举相当 留守回荣报 恐吓起足几枪 三分间 你忍心胜着之后固体吗 才有关凶 无比赛容情 好 尽量一件 在文技术合公共产党 如同心量行为 厚实可三六岁 尽量一件恐怖 天使一路环飞 变上天空 狗云啊 离我欲求 也是之后固体必高之三 共产攻击 期间有免 安全尽量不能有 不介入 好 来由黄灵创三复原速度 使多重布局也无奈塌合 在此 若无双交进入天窍缩行 就在黄灵一路前行 日往天衣深水破坏天窍 战斗群侠布阵以待 首要风云额领关 以突袭与机关 探寻黄灵死穴之处 正交信弹 不够行罪 红灵之处心中 心情烧灵 这篇区 地心红天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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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赢 红 地心立家 硬 picture 爽 社长 右 连 发 鸡 英雄不韓 第二關女俠連番上陣 配合江南春信調度 殘戰不休 黃真雪闢夜之光點落死穴 一般我們一雄外交 順暗心秋花燒 如要胡秋就要有生命的角度 好 新出眾人一生現影親特 發起師兄 全英武器黨的平衛 就定一转五寸 这就是我所爱的 天真一生证明 这位再谈红领要贴 一首官定是帝目 天真官 这七十几云之都 今天地球 就下风车就设高兵 将特征复兽进行 一周 请不休 你 一张保护目的通败 夹夹夹夹夹 天地东永远中交 天真官不守六九几云 可要修和天条到最后一脚 天真官 戦之如今 我会千千为人同得 天后一六斤 不抗中心吗 天后一 就是收拾他人 最后由玄珍君坐镇 坚守最后防线 就在双方豁命之刻 若胡及时出关回归 脱胎换骨而来 天后的我 都会相交调吗 五一六 祝君众人 希望一个完成 净净 要过几云 真有真心的输入 能够死死 达到脱胎换骨的步伐 扶情仲值以来 天后不斤 哎呦 人生火 再来的天天行动 有关丹丹 综合黄灵所有武器 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热血 非常的精彩 也许还是有观众会说 以前的武器比较精彩之类的 但还是不会影响 我对这部剧集的评价 综合下来霹雳静旋路 是在霹雳冰风雪以前 我会推的一部剧集 无论是剧情 还是人物刻画 音乐 武器 几乎精彩 尤其打黄灵这战中 动作堪称爽度十足 一听着火 不止心 战口危险 就是会动 上线白风 要防备不够 快如风 凌亿四年 防水密力自身 终 停严之间 逢人无料欢迎 大有進展的陸虎雙交出招毫無保留 探純黃靈身上死穴之處 就在暫局請退之時 黃靈反以靈毒針對秦虎 若今見死以體內火脈 槍行燃燒毒素現招破險局 若無再度聯手進攻 五十五四五三 好 出招式用武特色 攻擊擊出 出招式俱進激增刺下 贏局員已出現贏攻 再來比武器 您的相隔 上映最后上路 最終一刻 若無茶枝死穴 等待關鍵時刻 黃靈再度進攻之刻 意外的一擊 相對要穴 才是真正的死門所在 水龍引擎一擊命中 反手一箭 朱滅荒靈 好 難盡手牌 相機天照 關手一箭 一箭 冠天空 好 這隻是寒露奇蹟 只要做壁化的環境 冠軍 一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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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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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戰終了 黃靈已除 琴虎卻因頭部 遭受重創 記憶見失 如今陪著 自有的最後一程 這點點滴滴的過往 襲上心頭 琴虎不願失去的過往 是月緊握的 終究無能握住 最後的擊掌 隨著琴虎的身躯落下 如同沉睡一般 迎來生命盡頭 游泳 游泳 這次 我 依你 你沈睡人生 這段不斷無憾的過程 無無憾 就看見到最傷心的風景 聽見到最真心的笑聲 並有這件人生 你到像一段不斷高低的過程 無故中有的人 接不斷高低的過程 嚴重小姐之外 但無再轉眼 也無想一的生命味道 所以就算再痛苦 我也要為你風靈一方 那代表人 其中也是病人 因此 再也無情和痛苦 其中一日中處 和無關係 是不是覺得突然被送了一劑洋蔥呢 這段可是頻道的阿體 近年來最愛的一段 而之後我們有機會再做相關的人物特輯 或是感人專輯 再帶大家回顧路虎雙交的經典身影 而今天特輯回顧完這些武器 還有哪些純愛戰士必須入榜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說 下一次的推坑武器 適逢親民連假 我們就再做一次壯烈退場武器Part2 這次蓋文一定會記得讓泛凱驚鴻入榜 至於還有哪些 你心目中的壯烈退場名場面 也歡迎大家先參考推坑武器EP11 再來跟我們一起分享提案給我們知道喔 而影片的最後 也感謝這些加入會員的牛頭大軍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的頻道的話 現在也可以透過資訊欄的網址加入會員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是Kevin 大家掰掰 影片到這邊 請按下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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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